1943年 即大明崇祯16年 大清崇德8年 8月14日凌晨 到这时为止 黄太极已经去世五天 多尔滚要会晤黄太极生前 最为信任的内大臣索尼与图赖 这两个人都是由黄太极一手提拔起来 是两皇旗中最为重要的管理大臣 多尔滚约见他们的目的 是要探寻两皇旗对皇位继承人的最后态度 谈话 开门见山 直奔主题 这是前清时代满清王公贝勒们的一贯作风 他们喜欢直截了当 直到很多很多年以后 他们尚未完全学会绕山绕水 云遮雾罩的打太极拳 索尼告诉多尔滚 先帝有儿子在 必立其一 其他的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语气坚定 完全没有商量余地 多尔滚没有做任何表示 就离开了三观庙 陈西中全副武装的两皇旗精兵 已经把皇城内外围得铁统一班 按照制度 皇宫警卫历来由皇帝自领的两皇旗护军担任 不同的是 今天拱卫的兵力显然比平时多得多 从政殿沿途与四周也被围得水泄不通 那里平日是大清皇帝商讨国事的场所 现在是皇太极停放灵鹫的灵堂 今天上午则将在亡灵面前 推举大清皇帝的继承人 前清时代 大清帝国发展史上 至关重要的时刻到来了 欢子是一种杂实性的幼颗动物 严寒的时候冬眠 平时居住在洞穴当中 性情激紧 喜欢夜间行动 欢子由于是东北民间治疗烧伤和烫伤的良药 多尔滚的名字在女真语中就是欢子的意思 从他这个人一生的形状当中判断 他和欢子还真的有几分相像 在努尔哈赤的16个儿子当中 多尔滚排行第14 他的同胞兄弟还有排行第12的阿纪格 和排行第15的多多 皇太极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八哥 有两件事情可能对多尔滚的一生影响巨大 一件是他的亲生母亲 大妃阿巴汉为努尔哈赤寻葬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一次推举皇位继承人 阿巴汉是在公元1601年 即大明万历29年嫁给努尔哈赤的 当时努尔哈赤43岁 已经有了六七位妻子 阿巴汉只有12岁 史书记载说 阿巴汉风姿俊美颇有心机 老夫少妻阿巴汉很受努尔哈赤宠爱 两年后 皇太极的母亲大妃蒙古格格病逝 不久阿巴汉便被立为大妃 公元1620年 即大明万历48年 后金天命五年 发生了一件对后金政权影响深远的变故 努尔哈赤修气大妃阿巴汉 当时公开的名义是 只赤大妃偷藏财物 实际上有很深的隐情 这年三月 努尔哈赤的一个小妃子 德因泽告发大妃阿巴汉 允许贴身侍女将一匹蓝布送给情人 当时女真人中有一项严格的禁忌 不经丈夫同意 女人若将财物送人 就是欺骗丈夫 若是送给男人 就会被认为是倾心于该男子 事实上 这样的禁忌 即便在现代人的生活中 可能仍然在发生作用 德因泽进一步揭发说 阿巴汉曾经两次备饭 送给大贝勒戴善 一次给四贝勒黄太极 戴善接受并且吃了 黄太极接受而没有吃 而且大妃一日之内 两三次派人去大贝勒家 不知道他们在谋划什么 大妃自己深夜出去 也有两三次 努尔哈赤命人调查 结果证实揭发属实 令努尔哈赤更加恼怒的是 据说每当诸贝勒大臣 在韩王家里溢室或燕饮时 大妃阿巴汉都会 农妆艳室精心打扮 并且可能在语言眉目之间 对戴善颇多表示 令在场的其他人很难受 又谁都不敢声张 这一点可能令努尔哈赤万难接受 事实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 恰恰与女真人的习俗 和努尔哈赤本人的安排有关 和其他游牧渔猎民族一样 女真人的财产 主要是由生序和猎货品构成 在天灾人祸的作用下 他们的财产特别容易荡然无存 因此他们的财富积累过程十分缓慢 从而导致相对的贫穷 他们缺少形式多样的物质财富 缺少表现精神生活的艺术品 装饰品和宗教作品 他们崇尚力量 崇尚年轻 崇尚勇敢 众生轻死 贵少见老是他们的风俗 想而易见 这些习俗 全部和中原农业地区的文化 是反着的 另外 他们坚定相信沙满教 相信天地万物之间 充满鬼怪神灵 相信人死之后灵魂不灭 是去了另外一个神秘的地方 继续生活 所以杀人寻葬 就成了一个古老的习俗 为族人所广泛接受 他们死后的墓葬很简单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和绝大多数人口当中 采用火葬 将生前用过的东西 衣物等等一起烧掉 就构成了他们的随葬品 沈阳努尔哈赤和黄太吉的陵墓当中 埋葬的只是他们的骨灰和寻葬者 原因就在于此 他们采用多种婚姻形式 一夫一妻 一夫多妻 多夫一妻 外婚制 对偶制 少婚制 姐妹连带婚制等等 这些婚姻形式的采用 同样和他们特定的生存状态 有着密切联系 其内在逻辑指向 在于保证他们未来的生活 与生存状态 在经济层面上 保证经济状况和综合力量的加强 而不是削弱 在人性层面上 可以让未亡人 在生活与心理上有所寄托 因此 父亲死后 儿子起没有血缘关系的宿母 哥哥死后 弟弟娶嫂子 弟弟死后 哥哥娶弟妹 就成为十分正常的 富有人性化的考虑 与努尔哈赤同时代的 哈达布王子康古鲁 在他的父亲王台死后 就和自己的继母 著名的叶赫格格温姐结婚 这位温姐恰好是 努尔哈赤的前任大妃 孟谷格格的姑姑 豪格死后 多尔滚 阿基格 两个人作为叔叔 各自娶了自己的一个侄媳妇 皇太极的五位后妃当中 两个妃子是亲姐妹 皇后则是这对姐妹的亲姑姑 等等等等 诸如此类 十分常见 在习惯于假模假式的 汉族人士眼中 上述的一切是标准的乱伦 他们会对此表现出 真诚的痛心疾首和不屑于顾 殊不知 为其如此才在比较中 彰显出孔梦之道 贞结排放之类文化中 过多非人性的残忍与虚伪 事实上 直到21世纪的今天 上述婚姻形态仍然通行于我国某些边疆游牧渔猎不足之中 知道了这些 我们也就有可能对于努尔哈赤死后的大非寻葬 在这种习俗之下 偏偏又有了努尔哈赤本人的安排 没有证据能够证明 努尔哈赤从来没想过 由自己指定接班人 他曾经为自己的嫡长子 楚英做过类似皇太子一样的安排 楚英被处死之后 他又在不久之前 安排二儿子戴善兼礼国政 并一度让他和自己一样 一个人兼任了两个旗的旗主 努尔哈赤表示 自己百年之后 要将深受宠爱的大非 还有年幼的子孙们托付给戴善 从而一度使戴善的权势极为显赫 这可能是那些贝勒大臣们 看到大非与戴善眉目传情时 谁都不敢废话的原因之一 如果仅仅从汉族世代府 和中原皇家政治的角度看 完全可以将此理解成是 老皇帝在以名为后世交代继位者 但假如考虑到女真人上述事实上 盛行着的多种婚姻制度的话 努尔哈赤的这番话 则完全应该被理解成 自己死后 不但允许儿子戴善继承自己 还希望他取养无血缘关系的树母大非 否则这位大非的举止 怎么会如此荒腔野板 离谱的无法理议 从他的一生形式判断 假如不是置身于这种 扫荤制文化氛围之中 这位史书记载中有机变的大非 应该断不至于会错意 到如此程度才对 倒是准太子戴善 很有可能因为心智 性情上的平庸厚道和缺少制律 身处其中的文化氛围 再加上权势显赫导致的 忘乎所以才真的会错了意 在人性的层面上 他可能并不真正了解 哪副的真实想法与性情 于是将努尔哈赤所说的 所想的和所要做的 当成了同一回事 忘记了死后是死后 而现在活着是活着的道理 结果真实的情形是 努尔哈赤痛恨自己还活着时 就开始眉来眼去的大非和戴善 不久就将戴善赌长的两红旗 分出去了一旗 交给戴善的儿子月托 从而戴善自己失去了 父亲的欢心 被迅速灰头土脸边缘化 也害了那位大非 努尔哈赤的处理很有意思 他放出风趣 说是要搜查大非私藏的财物 大非便慌慌张张 把财物分送到各处藏匿 结果全部被搜查出来 包括藏在阿基格家的三百匹绸缎 史书记载说 大非阿巴赤虽然有激变 却终于为努尔哈赤的英灵所制服 可能就包括了这件事情 随后努尔哈赤宣布 该大非奸诈虚伪 人所有的邪恶他全都有 我努尔哈赤用金银珠宝 从头到脚地装饰你 用别人见所未见的上好绸缎 攻着你 养着你 你竟然不爱你的韩夫 把我蒙在鼓里去勾引别人 难道不该杀吗 随后将这位大非休气 当时努尔哈赤另外一个蒙古族的小妃子 也加入战团揭发阿巴赤 史书中说 大非阿巴赤好妒忌 大约由此可以得到证实 或许努尔哈赤对阿巴赤的情谊 并未泯冽 故不到一年又将他接回 继续做大非 在成书时间最早的清代官方史书 太祖五皇帝《十路》中记载道 由于大非有积淀 且好气 使努尔哈赤觉得不快 留下他恐怕身后会祸乱国家 于是预先给朱王交代遗言道 等我死时必须命令他为我寻葬 后来努尔哈赤死后的第二天一大早 朱王便来向他转达努尔哈赤的命令 大非知武不从 朱王说先帝有命令 想不遵从是不可能的 最后在朱王寸步不让的坚持下 大非阿巴赤自意而死 也有史书认为 他是被用弓弦勒死的 就此阿巴赤之死 随成为前清历史上最重要的谜团之一 引发出无数猜想与争论 母亲殉葬时 多尔滚虚岁15岁 实则还差一个多月满14岁 按照女真人的习俗已经成年 他的哥哥阿基格虚岁22岁 早已成年 弟弟多德虚岁13岁 也接近成年 兄弟三人全部名列 贡禀国政的巴赫索贝勒 他们必定对母亲殉葬的内情 有些了解 这可能是后来 多尔滚独掌大权时 他们对此始终不曾发出过 任何不同声音的原因 按照当时的标准 多尔滚虽然已经成年 并与多德最受晚年 罗尔哈赤的喜爱 但是他当时没有尺寸武功 在皇太极跟随罗尔哈赤 辞呈僵僵场时 多尔滚还没有出生 按照罗尔哈赤确定多年 而且从无改变迹象的 巴奇制度根本原则来看 他没有可能被推举成继位的韩王 假如努尔哈赤要强行指定他为继承人的话 事情就会变得异常复杂 因为那将意味着巴奇制度中 根本原则的改变 意味着游牧渔猎部族国家文化上的改变 我们知道除非在特别特殊的情形之下 这种改变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就像一代天骄成吉思汉 晚年最喜爱幼子托雷 但是托雷终究没能当上蒙古大韩一样 因此年轻的多尔滚 只能得到其主的权利与财富 却不能坐上不足国家韩王的位置 原因就在这里 努尔哈赤去世以后 两黄旗虽然由阿基格 多尔滚 多多三兄弟继承 但是多多是正黄旗旗主辈了 阿基格是相黄旗旗旗主辈了 多尔滚并没有实际掌握一旗 不久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黄太极将韩王才能掌握的两黄旗旗色 交换为两白旗 从此两黄旗由黄太极掌握 阿基格和多多分别成了两白旗的旗主辈了 天聪二年三月 即黄太极继承汉位一年半之后 17岁的多尔滚随黄太极争蒙古有功 被赐以美号 曰莫勒根代清 是汉文瑞制的意思 据说多尔滚 何硕瑞亲王的汉文爵位就是由此而来 显然黄太极对多尔滚的才智具有清醒的认识 同月二十九日 阿基格违犯制度 擅自为郭夺定亲 被黄太极罚银一千里 并罢免了他香白旗旗旗族的名为权利 多尔滚这才正式成为香白旗旗旗族 此后黄太极又任命二十岁刚刚出头的多尔滚主管力部 这是权力很大的一个部门 号称入役之首 并多次为以重任 使多尔滚有机会建功立业 就这样 黄太极扶持着多尔滚一步步成长起来 从莫勒根代清贝勒 到瑞郡王再到瑞亲王 直至有能力摆平战功显赫的皇长子豪格 成为辅政王再成为赦政王 应该说黄太极代多尔滚不薄 对此多尔滚心知肚明 对于黄太极 他的感受可能是极度复杂的 一方面他曾经说过 太宗文皇帝之位元系夺利 另一方面他也亲口对大小贝勒们说过 太宗之所以给予我特殊不同的恩情培育 超过了对于所有其他子弟 是因为他深知只有我才能干出一番大事业 我很明白他的意思 你们明白吗 黄太极称帝时策封了四大亲王 戴善 基尔哈朗 多尔滚 豪格 应该说黄太极在多尔滚身上倾注了不少心血 甚至超过了对他的亲生儿子豪格 有证据显示 黄太极对多尔也不错 多尔有荒唐王爷之称 除了能打仗之外 任侠率性 余色烈焰的名声也不小 他甚至曾经将主意打到了 大清朝第一位汉人大学士 范文成的头上 并且可能对范夫人进行过严重的性侵犯 气得范文成范大人 装病不上朝 在家里闭门谢客 生闷气 假如不是多尔滚出面制止 没有人知道事情会如何结局 《清太宗实录》当中记载到 经过黄太极的极力争取 多多才分到了 努尔哈斯生前直接统领的15个牛路 4500人 很难想象 一个祖谋逼死他们母亲的人 会这样行事 这种说法几乎全部出自后人的议策 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 细细翻箭史料 黄太极主政17年时间 几乎所有王公贝勒 都受到过严厉的处罚 黄太极最有出息的儿子豪格 曾经三次受到过降级罚款的处分 而多尔滚只受到过一次 事情发生在公元1641年 即大明崇祯14年 大清崇德6年3月 当时黄太极确定了 对锦州常围九困的战略 下令部队轮番围困锦州 由远渐进 最后直逼城下 意图迫使锦州守军 弹尽粮绝后不战而降 虽知时间一久 锦州城内被围的人们受不了了 城外围城的人们也受不了了 结果领兵主帅多尔滚 和豪格等助手商量后 私下里决定放官兵 轮流回沈阳探亲 兵源减少后 害怕城里的明军乘虚结营 又将包围线后撤了三十里 结果事实上等于撤除了包围 黄太极知道后 勃然震怒 整整一天都在大发雷霆 他把多尔滚等人调回来 不许进城 在城外听候处置 从多尔滚豪格开始 黄太极一一点名痛斥 他对多尔滚说 我加碍于你超过了所有诸子弟 好马任你挑 好衣任你穿 好饭任你吃 比对谁都好 就是因为你勤劳国事 能够克尊正命 如今你让我怎么再信任你 多尔滚和豪格被骂得狗血淋头 诚惶诚恐地自擒死罪 最后多尔滚的锐亲王爵被降为郡王 罚款一万两白银 夺两牛鹿 豪格的肃亲王爵被降为郡王 罚款八千两白银 夺一牛鹿 其他三十多人受到处分 几天后 多尔滚等人去衙门办公 黄太极细细询问起来 结果情况比听汇报时还要糟糕 当时有人辩解说 是为了能够睡好觉才后撤的 黄太极怒火万丈 把多尔滚等一帮家伙 当场赶将出去了 说你们赶快回家吧 那样就可以睡好觉了 并下令不许他们上朝 说是自己不想搭理他们 相见不如不见 最后多尔滚诸人 拜托范文成等多次求情 方才挨过这一关 从实际情况上看 在当时多尔滚的才能和功绩 是公认的 黄太极执政时期 多尔滚在一系列战略性军事行动中 均有上加之表现 从而令黄太极对他特加爱重 也为他自己赢得了 崇高的地位和威望 史书上说他功成必克 也战必胜 不完全是一美之词 公元1638年 也就是大明 崇祯十一年 大清崇德三年八月 黄太极派遣他为奉命大将军 率领清军左翼兵伐明 多尔滚铁提所到之处 纵横三西河北山东三省 从北京以西千里之内 明军皆溃散陶顿 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 转略二千里 既其所指 无不如意 大明总督著名的卢相生 和那位为了给监军太监祝寿 而喝了一百杯酒的总督乌阿恒 就是这一次暂时在多尔滚手下 红成筹和孙传廷 也是这一次被积极调离 围剿李志成的第一线 从而导致李志成有了喘息之机 并且死灰复燃 这一次多尔滚攻克山东重镇济南 前后只用了一天时间 升秦德王朱优书 并陆续攻克城池五十余座 杀死两名总督级大员 在五十七次战役中全部获胜 俘获人续四十六万余 黄金四千多两 白银九十七万余两 在八旗铁骑 先后五次大规模绕道罚名的 军事行动中 多尔滚指挥的这一次 战国最为巨大 他的军功 使素来以勇猛善战著称的 豪格 阿纪格 多多等人 全部相行见处 多尔滚的另外一个 引人瞩目之处在于 他不是一个指挥带兵打仗的 纠纠五夫 他的政治头脑 远在其他王公贝勒之上 他曾经对大学士刚临回忆说 以前经常看明朝的朝报 下面的人糊弄皇上 皇上的旨意也糊弄下面的人们 最是可笑 越看越不得了 索性不看了 表明此人的文化素养 与政治敏感 崇德元年第二次征服朝鲜时 皇太极因为汉山城九宫不下 不得不先行回国 当时朝鲜王国的宗社弃主 宫眷和群臣之家眷财产 都在江华岛上 多尔滚率领刚刚组建的水师 一举攻克江华岛 俘获了朝鲜王妃 王子 宗氏 妃嫔等76人 群臣眷属166人 多尔滚一改多多等人 大肆屠戮 侮辱俘虏的做法 严令部下 对这些妃嫔 宗氏 眷属 代之以礼 并且派兵护送 将他们交还给了朝鲜国王 结果 朝鲜国王立即率群臣 出城投降 并且对多尔滚的温文有礼 冷静老练 大家赞赏 这一年 多尔滚只有24岁 天聪九年 多尔滚为皇太极和大清朝 立下了一个特殊的功劳 这一年九月 多尔滚率军 征伐蒙古查哈尔部 林丹汗残部 他临之以威 并施展计谋 导致林丹汗余部 不战而降 并献出了中华帝国 失踪200多年的 传国玉玺 据说这颗传国玉玺 从秦始皇之后 一直传到了元朝 具有天命所归的 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 当年朱元璋 派遣大将徐达北伐时 元朝最后一位皇帝 元顺帝逃离北京 将这个宝贝 带到了蒙古草原 顺帝死后便下落不明 有学者认为 明成祖朱棣 之所以五次远征蒙古 其中的目的之一 就是寻找这个东西 以便证明自己 夺侄子建文帝的皇位 是天命使然 他至死也没能否认 二百多年后 一位牧民在草原上放羊 发现一只羊连续三天不吃草 一个劲儿用蹄子刨地 这位牧民在羊蹄子刨的地方一挖 挖出了这玩意儿 随辗转落到了林丹汗手中 据说林丹汗之所以 以统帅四十万蒙古铁骑的 成姬思汗自居 就是因为得到了这个 长生天授予使命的玩意儿 多尔滚得到这颗传国玉玺 并献给皇太极 对于皇太极和后金臣民的影响极大 他们全部真诚地相信 后金韩国确实得到了上天的护佑 而皇太极也就接受了大家的拥戴 在福音天命的崇高名义下 登上了大清帝国的皇帝宝座 公元1655年是大清顺治十二年 这一年正月 副理事长彭长庚评价多尔滚说 太宗创业圣经 同是驻王具有寻牢 而蕊王之功为贯 当时正是多尔滚死后 遭到清算之计 这番话对多尔滚来说 应该是公正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多尔滚才被推到了皇太极死后 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上 皇太极有十一个儿子 除夭折的三个之外 豪格是最为出色的一个人 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 比他的十四叔多尔滚还大三岁 从努尔哈赤的时代起 就开始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天聪三年 皇太极第一次绕道路关伐明时 在广区门外与袁崇焕的 宁锦援兵发生激战 豪格永汉异常 一直冲杀到了护城豪边上 令民军大会 豪格也不仅仅是个武夫 在对待大明 朝鲜 与蒙古查哈尔的战略关系上 他眼光不道 认为大明是需要 首先对付的主要矛盾 并颇有创建的建议 应该想办法联合农民军 共同削弱大明的力量 在其当时 能够看到这一点的王公贝勒 几乎绝无惊艳 豪格与多尔滚多次并肩作战 经常是多尔滚为主帅 豪格为副帅 譬如那颗传国玉玺 就是二人一起拿到的 不过殊职之间 似乎并没有建立起 同甘共苦 生死与共的情谊 豪格对多尔滚 好像也并不服气 譬如在围困锦州被处罚时 多尔滚自情死罪 豪格的表态 就很有意思 他说 多尔滚是亲王 我也是亲王 因为他是叔父 所以命令他为主帅 既然他失策犯了错 我跟着他自然也该死 这其中很是别有一番滋味 没有证据能够证明 黄太极对豪格 有什么特别的关照 豪格曾经三次被降止 和罚款处分 有一次是因为和月托两个人在一起发牢骚 泄露了黄太极的谈话机密 被黄太极抓住 第二次是因为有个家伙想拍他马屁 强迫一个蒙古部落酋长把女儿嫁给他 他不治那个马屁经的罪 结果被父亲黄太极治了自己的罪 第三次就是因为锦州战役 他和多尔滚一起被处分 三次被处罚之后 他和多尔滚一样又凭借战功或者出色表现 恢复了原来的爵位 到黄太极去世的时候 豪格作为四大亲王之一 也已经成为大清国位高权重的人物 而皇长子的身份 更令他具有了其他宗史驻王 包括多尔滚都不具备的优势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 豪格似乎比多尔滚具有更加充足的理由 成为皇帝继承人 他的支持者人数不少 已经成为多尔滚无法不顾及的力量 另外一个因素 肯定也在两大政治势力的角逐中 发挥着潜在的重大的作用 黄太极生前自领的两皇席将士 和多尔滚三兄弟所属的两白旗之间 关系可能不太和睦 甚至很不和睦 因此两皇旗的八位重臣 特别不愿意看到多尔滚继位 史书记载说 两皇旗八大臣中的中间人物 精兵护军首领土耳格等人 和白旗助王树来不和睦 于是他们调动三个牛路的精兵 全副武装保护住了宫门 致使形势变得剑拔怒张 这就是十四日凌晨多尔滚离开 三观庙时所看到的情形 当情绪 情感性的因素充分发酵 膨胀到了爆炸的临界点时 理智和理性的作用就必定微乎其微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这个时候只有那些真正伟大的人物 方才可能运用理性化解危机 多尔滚一生之中调诡之处甚多 但在这个时刻 他的确表现出了这种品质 两年后 当多尔滚已经成为摄政王时 曾经对满清清贵们 讲述了当时的情形 他说 昔日太宗临死的时候 没有确立继承者 祝王 贝勒 大臣都寄希望于我 他们跪着请求我来继位 我说 你们要是这样说 我就要自问 誓死不从 这才奉今天的皇上登上了皇位 多尔滚在此所说的可能大体是事实 几年以后的顺治九年 清算多尔滚时 那些拥戴他的人谈到了当时的情景 多尔滚的哥哥英王阿基格 弟弟 豫王 波多和一批王公贝勒 高级将领 却曾跪在多尔滚面前 请求他当机立断 继承大位 他们分析形势 认为死心塌地的拥戴皇子的 就是两皇旗那些人 而甚至在两皇旗中 也有重臣拥戴多尔滚 因此他们直接了当地告诉多尔滚 不必畏惧两皇旗 精明强干的多尔滚 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双方的实力对比 两白旗全部拥戴多尔滚 两皇旗当中也有两位重臣支持多尔滚 豪格虽然号称何硕贝勒 实际上真正属于他的兵力 却只有七个牛鹿 还不足半个旗 加上誓死效忠皇子的八大臣 主力部队仍然不到两个整旗 有两红旗拥戴的戴扇 太多暧昧 很有可能是希望皇子继承 被皇太极从蒙古尔滚兄弟手中 夺来的正南旗 情况不明 湘南旗的吉尔哈朗 则一面表示支持皇子继位 一面又说需要和多尔滚商量 在这种实力分布中 双方可能都感受到了刑隔失禁 都产生了投鼠忌器的心理 多尔滚如果御令自昏 强行继位 势必遭到激烈反弹 其后果无法预料 很有可能就像我国历史上 那些迅猛崛起的 游牧渔猎不足国家一样 经过反复自乡残杀之后 飞快的烟消云散在 广阔无边的山野大漠之中 于是8月14日 皇太极死后五天 在大清帝国后继皇帝的 推举会议上 出现了一个事先 谁也没有预料到的结局 应该说上述情形 是这个结局的重要原因 这个结局 则是上述情形的逻辑后果 会议在今日沈阳故宫的 重政殿堂行过 诸王大臣们 列作于大殿的东西两门房 会议一开始 两皇旗八大臣中的索尼与敖拜 便首先提出 应立皇子继位 多尔滚历声斥责他们 没有资格先说话 责令他们退出会场 随后 英王阿继格与豫王多多 提议多尔滚继位 多尔滚沉音不语 未知可否 多多即声称 你若不愿意就立我为帝 我的名字是在太祖遗诏里的 多尔滚迅疾反驳道 太祖遗诏里也提到了 肃亲王豪格的名字 不只是你一个人 这种情形表明 努尔哈赤死前 可能至少在口头上 却曾有过遗诏 多尔滚的厉害之处在于 他在反驳多多的同时 顺便把豪格也排出了 候选人之列 于是多多提议 既然我不行 那就立长 当立李亲王戴善 戴善表示 瑞亲王多尔滚 如果同意继位 当然是国家之福 既然他不愿意 就应该立皇子 豪格是皇长子 应该立他 戴善也够狠 仿佛不经意之间 便堵死了多尔滚的路 豪格说 我扶晓得伯 不配担当大任 然后豪格离开了会场 这时两皇旗拥戴皇子的大臣们 配见上前说 我们这些人 十余地 依余地 皇帝对我们的养育之恩 与天同大 若不立皇帝的儿子 我们宁愿跟随皇帝于地下 见此情形戴善说 我是皇帝的大哥 我老了 皇帝在时 我都不参与国家大事 现在哪里还能过问这么大的事 随即起身离开了会场 阿基格见多尔滚已经继位无望 也跟在戴山后面走掉 留在会场中的多夺不再讲话 一直在观望中的吉尔哈朗 更是一言不放 多尔滚则当机立断地表态说 你们说的有道理 我赞成由皇子继位 现在豪格既然没有这个意思 就应该立皇九子弗林为帝 他年纪小 由我和正亲王吉尔哈朗辅政 等他成年之后 我们既行归正 多尔滚的提议 显然满足了多数人的意愿 立即获得通过 大家按照惯例 共同盟示 内容大同小异 无非效忠皇帝 绝无一心云云 这一段过程 在清代官方史书上没有记载 所以在青史录 青史稿中 全部无从查考 有一位朝鲜人质 写的秘密报告 留下了这次推举会议的记载 这位人质 是朝鲜国王的侍子 他在滞留沈阳期间 颇受满清王公贝勒们的礼遇 交由十分广泛 了解许多大清朝高层的秘心 并且他不定期地撰写秘密报告 给本国政府 其作用类似于我们今天 秘籍很高的内参 情况简报 或者间谍收集的情报 他曾经参加了黄太极的商礼 上述事迹就保留在此人留下来的 审管路一书 卷六 沈阳壮起中 应该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有一种说法 认定当时推举弗林的人是 吉尔哈朗 而不是多尔滚 不知道这个说法从何而来 想必不是姓侯一说 多尔滚出人意料地推举出 一个六岁的孩子继承皇位 显然与游牧渔猎部族国家 政治权力传承中的深层精神并不符合 因此王公贝勒们蒙事之前 郑国公艾度里就表示说 二王强迫我们蒙事 我心里实在不服 不过是表面顺从 主人年纪太小 我也觉得很不爽 二王掌握权力 也不合我心意 然后在蒙事之前 先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 逢告上天 另外两个人也对这一结果感到不满 开始出来活动 试图推翻继承事实 这两个人 一个是戴善的儿子朔托 一个是撒哈连的儿子 及戴善的孙子阿达里 他们二人在诸王公贝勒 已经对天蒙事 但小皇帝弗林 还没有举行仪式登基之事 动员大家推翻成义 拥戴多儿滚 结果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竟然是戴善出面 告发自己的义子义孙 违犯誓约 最后二人被毫不容情地处死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是被逼无奈 还是大义灭亲 戴善在付出惨痛代价的情况下 又一次发挥了 安全法与稳定器的作用 其凌然不可侵犯的警示作用 应该是巨大 历史上 我国古代游牧渔猎部族中 许多分裂 仇杀和消亡 都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发生的 后来的事实发展表明 在几大政治势力的 刑隔示尽之下 特别是在汉民族 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之下 多尔滚的做法可能是顾全大局 防止内乱发生的唯一有效途径 这个时候 坚定拥护皇子继位的两皇旗八大臣中 有六个人又一次来到三观庙聚会 他们发誓要六人如同一体 辅佐 辅佐 佛林继位后 他们中的几位迅速向多尔滚靠拢 不再理睬豪阁 令豪阁极度郁闷 这种情形再一次表明 此时此刻的大清国已经在精神层面上潜移默化的发生了深刻变化 这种制度的可怕之处在于 它是最高权力的诱惑 和人们对这种权力的渴望 具有了嗜血的冲动 使人在某些时刻 某种情况下 不期然而然的变成了瘦 诚如一位泽人所说 当人变成瘦时 就会比瘦还坏 随时染指他的人 胜利者常常双手沾满鲜血 而失败者则时常要付出不止一个人的满腔鲜血 使这种政治 不论达到多么辉煌耀眼的巅峰 其中都隐藏着走向反面的悲剧基因 多尔滚 豪阁的命运 和大清帝国后来的发展就是明正 过去多尔滚和豪阁虽然并不亲密 但至少还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如今他们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多尔滚虽然没有像豪阁那样发狠 但他想要干掉豪阁的冲动 可能比豪阁要扭断多尔滚 及其周围那些人脖子的欲望 还要强烈一百倍都不止 十二天之后 即大清重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弗林及皇帝位 两位辅政王多尔滚和基尔哈朗 当众发誓要秉公辅佐皇帝 若妄自尊大 末世兄弟不从众义 美事行私 以恩仇为轻重 则天诛地灭 令短折而死 誓约不长 却令人印象深刻 七年之后 正值三十九岁英年的多尔滚 虽然死去 算得上是短折而死了 于是曾经有人油然想起过这一次盟事 九月十一日 皇太极去世一个多月了 辅政王多尔滚替小皇帝发布余旨 命令另一位辅政王基尔哈朗率军攻伐锦州与宁远 这是一次很奇怪的军事行动 其战略目标和战役战术指导都莫名其妙 而且是由排名在后的多尔滚 命令排名在前的基尔哈朗 两天后就要出发 基尔哈朗带兵走后 多尔滚又带小皇帝发布余旨 禁封基尔哈朗和多尔滚为摄政王 虽然这只是一字之差 分量可是不轻 辅政者辅助君主处理政事之意 而摄政则是代替君主处理政务 已经可以直接发号施令 从青石路的记载上看 摄政王多尔滚很客气 他的名字仍然还排在基尔哈朗的后面 成为摄政王之后 多尔滚召集贝勒大臣们开过一个会 一决的重大决定是 从摄政王开始 所有亲王贝勒贝旨 西坝部务 就是不再封管政府六部的工作 所有政府工作 全部由各部上书负责 各部上书直接对摄政王负责 当年黄太极设立政府六部的时候 本来就有消夺诸王贝勒权限的意思 并且曾经有过罢免 给这个政权带来过生机勃勃的贵族共和 便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只剩下了完全汉化的皇权专制 这个政权也就此步入了真正的回光返照 一个月以后 吉尔哈朗从宁锦前线返回沈阳 他发现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一切已经似是而非 不久他召集大家开会 宣布今后一切政府事务都要先报告多尔滚 排名顺序也要先写多尔滚 从此吉尔哈朗成了一位挂名摄政王 和戴善一样 吉尔哈朗深通明哲保身之精益 于是他就成了前清时期最高层 能够得以善终的很少几个人之一 半年后公元1644年 即大明崇祯17年 大清顺至元年4月1日 在多尔滚即将出征大明前夕 豪格的一个亲信部下 据说在利剑不从的情况下 出面检举豪格被乱 处理的结果是 几位忠实于豪格的部下被杀死 豪格本人被废为庶人 所有的七个牛鹿被剥夺 罚银五千两 然后罪恶多端 数不胜数 姑且不再追究 随事之 这是一个奇怪的 完全狗屁不通的判决 表明在罗织罪名 玩弄权术 陷人于无意上 多尔滚还不是特别贤熟老道 他和他的后代们 需要向大明朝官场学习的东西 还很多 三年后 顺至三年征月 已经牢牢掌控了大权的多尔滚 再次起用豪格 并他率军前去杜甫张献忠 顺至五年二月初三日 豪格在把这位几乎将四川人屠杀殆尽的大西皇帝杀死后 凯旋回京 一个月以后 为他庆功的热乎劲还没有完全过去 豪格便又一次获罪被幽禁起来 这一次他的罪名真的称得上是欲驾之罪 何患无辞了 不久 十年四十岁的豪格在幽禁中无疾而终 有人认为他是被受过专门训练 具有高度技巧的大明锦衣卫流用人员奉命杀死的 死后检查不出任何致死的原因 就这样 曾经有过贤王之美誉的多尔滚 三十二岁时成为大清帝国的真正领袖 率领大军直扑北京 当时在中国社会与政治舞台上 叱咤风云的所有人物 不是成为他的部下或棋子 就是灭在他的手里 在未来的岁月里 他带领八旗铁骑一举拿下了全中国 在他手中建立起了对这一片广大土地 完整而有效的管理秩序 大明帝国许多遭人痛恨的人物 俨然变成了治国之能臣 如红城仇 如著名燕党 大明帝国前大学士冯权 甚至李自成的宰相牛津兴之灵 随后豪格死后仅仅两年多一点 三十九岁的多尔滚正值英年 便遂然死去 上天代多尔滚又合其伯也 他的恩怨情仇 几乎与大清王朝的建立和大明帝国的垮台 紧紧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幅波澜壮阔 而又波轨云厥的图画 应该说 这个大时代的转变 最终是在他的手中 才得以顺利完成的 然而 从此以后 多尔滚本人 却再也没有受到后人的尊敬 历史之吊诡 真是令人敬畏